美国和中国延续大红猫的保育合作 一对大红猫即将抵达美国加州圣地牙哥动物园 素贺民说 美国官员说一对大红猫正是从中国飞往美国的途中 它们会在圣地牙哥动物园得到照顾 你似是两国之间持续的保育伙伴关系的一部分 圣地牙哥的公众可能需要几个星期才能够看到大红猫 其中云村是圣情温和的红性 今年就年5岁 它的妈妈在2007年在圣地牙哥动物园出生 另一只的名字是申保 是一只快4岁的痴性 中国向20多个国家租赢大红猫作为亲善大使 促进红猫外交 但是你似是中国20年来 第一次向美国提供新的租赢合同 那份合同是在今年2月签订 圣地牙哥动物园是美国 第一个和中国进行大红猫合作研究的机构 动物园在2019年曾经归还两只中国的大红猫